第45章 红的际遇 罗锋由此发懵 自己机缘也算不错 曾经见过天使公主 还得到过天使公主的指点 也曾和不死尊者对话 可没想到 大哥红竟能和伟大的虚金之主扯上关系 那可是创造天虚混沌碑的存在 在罗锋想象中 那52尊混沌碑创始者 恐怕就是无数纪元来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52人 就算猜测有点误差 估计误差也不会大 且天虚混沌碑还是排名前十的混沌碑 何等厉害 人类可是宇宙巅峰族群 巅峰族群历史上最强大的世人之一 这样的宇宙霸主 想想都令人心颤 什么运气 罗锋连问 大哥 雷神也瞪大眼 我之前听你说过52尊混沌碑 能创造混沌碑的各个都是人类族群 无限纪元中最强的存在 你竟然认识这样的存在 实话说 罗锋 红 雷神 在宇宙中都只是蝼蚁 一个蝼蚁竟然能认识最巅峰的存在 不可思议 我说是运气 我就讲述给你们听吧 红微笑感叹道 当年我参加特等精英训练营 最终被吸纳进巨斧斗舞场核心层 同时前往混沌城前修感悟 前段时间 我不是和老三你们说过 我从混沌城出来了吗 嗯 罗锋 雷神点头 离开混沌城后 我也按部就班 接受巨斧斗舞场的一系列培养 红感叹道 就在昨天 我心血来潮 想去闯闯幻境海 这一闯就捅破天了 罗锋 雷神都屏息 幻境海 以大哥红的心境 能够闯到哪一步 不过幻境海越往后 那一时微压越加可怕 就算是大哥 应该也无法闯太深才对 我一座座岛屿闯下去 红感叹道 这幻境海的确是厉害 越往后越是艰难 那一时微压也是可怕 就算是我也被压榨到极致 才非常吃力 艰险地闯到第二十一座岛屿 可惜 在第二十一座岛屿失败了 罗锋愣住了 大哥 你竟然会失败 雷神却是疑惑道 二哥 你知道什么 罗锋低贺一声 随即难以置信 看着红 闯 闯到第二十一座岛屿 就差最后一步 就你完全闯成功了 嗯 红点头 怎么可能 绝对不可能的是 罗锋连摇头 那一时微压越来越可怕 第十座岛屿 开始就是不朽神灵的一时微压 而第二十一座岛屿 更是宇宙尊者级的微压 大哥 你仅仅宇宙级 怎么能抵挡第二十座岛屿的微压 红笑了 老三 我问你 红反问道 你当初宇宙级时闯幻境海 又闯到哪一座岛屿 闯到第十座岛屿失败 罗锋道 第九座岛屿 一般借助巅峰强者 都不一定能通过 可你宇宙级就通过了 为什么 红追问 不谈后面的幻境 那一时微压你 怎么抗住的 罗锋回答道 意志是将军 意志是士兵 由意志同领意识 我心如刀 自然意志意识 凝结如磐石 硬抗下那意识微压 哈哈 红笑了 面对滔天的意识微压 你也懂得让自己的意识 凝结如磐石 这就属于 修心三重境界 第一重的地步 可是 你为什么抵抗 第十座岛屿的微压 就失败呢 因为你太过走极端 太过刚强 刚过一射 如果你修心上能赶上你二哥达到阴极阳生 阳极阴生的地步 那就不一样 所谓阴阳相合到自生 面对那滔天微压阴阳相合 刚柔并济 该硬抗则硬抗 该须不受力谢去则谢去 彼此结合 那你的抵抗 威压能力自然大幅度上升 当然 达到这第二重天人合一 赤子之心 心境大圆满这一层 估摸着也就能闯到第十四五座岛屿 越往后 那微压越可怕 就得第三重心无限大 心包容一切 任凭它微压 再强我都能包容 我心无限 自然不可能被压迫崩溃 红笑着摇头 可惜我这第三重刚刚跨入 并没真正圆满 所以在第二十一座岛屿就失败了 罗锋眨巴掩 六 自己这大哥实在太牛了 当时我闯到第二十一座岛屿才失败 顿时引起巨斧斗舞场最高层那几位知晓 包括虚金之主 也包括巨斧斗舞场创始者 红感叹道 那位伟大的创始者 当即下令封锁这消息 所以连那些宇宙尊者们都不知道这消息 罗锋点头 宇宙集就闯过幻境海二十座岛屿 地球修心的确是大展神威 引起那几位大佬的注意 巨斧创始者直接收我为记名弟子 红露出一丝笑容 不过伟大的巨斧创始者 乃是人类族群最强者 哪有时间亲自指点我 所以他安排虚金之主先指点我 等我成为封王级不朽神灵的那天 才有资格去听巨斧创始者的指点 那时候我才算是巨斧创始者的真正弟子 现在不过是记名弟子 罗锋完全被镇住了 大机缘 大机缘啊 自己那届天才战 就算是纳伯兰都没资格拜宇宙尊者为老师 唯有纳荣君败在宇宙尊者门下 而自己也是败在真眼王门下 由此可见 宇宙尊者们都是很骄傲 懒得收天才为徒弟的 没想到自己的大哥 红竟然一下子一步登天 成了人类最强者巨斧创始者的记名弟子 仅仅记名也算了不起了 至少现在红氏一直受虚金之主指点 等成了蜂王不朽 就能得巨斧创始者指点 大哥 巨斧创始者呀 五十二尊混沌碑 那巨斧混沌碑排第一呀 罗锋看着红 我也就闯幻境海 表现太过逆天 才会受到最高层关注 红摇头笑道 心境这玩意 虽然对修炼有帮助 可毕竟是虚无不可触摸的 真正战斗时 靠的还是念力 原力等等真实存在的一些力量 任我心境再高 借助一招即可杀死我 心境是辅助 实力才是根本 红感叹 罗锋笑了 雷神也笑了 装逼 雷神笑道 够装逼 罗锋笑道 恐怕那银血猴姬是家族 假设知道大哥你成了巨斧创始者的记名弟子 现在受虚金之主指点 恐怕会后悔的发疯 红淡然一笑 红的确是一步登天 这背景的确大的吓人 虚金之主指点我曾说过 红妖头道 感悟法则 对法则契合度要求极高 有些人感悟速度 就是比别人快上百倍千倍 因为感悟更加清晰 可惜 我的法则感悟度 虽然算不错 可是和老三你们这些绝世天才比 就要差上百倍千倍了 而修心境界高 稍微有所辅助 能提高个两三倍而已 可感悟法则和天才 依旧会相差百倍千倍 红笑道 虚金之主也说 我修炼旅程会很漫长 罗锋 雷神都仔细聆听 我修心境界极高 几乎任何幻境对我都无效 所以 虚金之主给我制定了一个修炼路线 走幻境无者流 红笑道 一枪出 也同时蕴含幻境攻击 这是我的最佳路线 幻境无者流 罗锋 雷神都错愕 老大 雷神惊呼道 你修心这么高 你来施展幻境 谁能不迷失 红一笑 虽然我现在地位挺高 可为了保护我 消息完全封锁 我依旧只是核心层最外围成员 连那些宇宙尊者们 都不知道这消息 罗锋点头 心中则是为大哥开心 大哥 二哥论天赋都远远不及自己 他们的优势就是心境方面 现在大哥靠心境一步登天 不过老师终究是老师 弟子想要成为强者 必须得一步步修炼 老二 红看向雷神 恩 雷神一仗 我向虚金之主也推荐了你 说你在修心上也极高 红笑道 虚金之主已经安排他的一位弟子 收你为徒 估计最近就会联系你 雷神瞪大眼 罗锋看大哥 二哥这样 不由心中开心 地球三兄弟当年实力很接近 可随着跨入宇宙 自己进步越来越大 甚至现如今能和不朽神灵厮杀 可大哥 二哥却落后得很 现在他们都拥有了各自的机缘 来吧 大哥二哥 不单单是你们 还有宇宙中其他人类天才 甚至于无数族群的一族绝世天才们 或许败着强者为师 或许拥有神奇际遇 或许天赋逆天 我罗锋 也一定会超越无数人 站在巅峰的 一定 罗锋反而心中燃烧战役 有竞争才有意思 被虫族潜伏组织暗杀后 罗锋的眼界更加大 也有着更大的野心 可弟 石火尊者 有超级存在教导的天才 我要比他们更强 罗锋默默道 庭院内三兄弟交谈着 大哥 罗锋连问道 巨斧都无常的那群宇宙尊者们 怎么都派出不朽神灵来地球 一个个都那么想购买地球 到底是怎么回事 地球到底有什么秘密 会引起这么多宇宙尊者的疯狂 你肯定是知道的吧 嗯 红点头 这我的确知道 这我的确知道